腰梁补肾阳,背梁补心阳,肚子梁补皮阳,中医教你调,暖到骨头放。 肚子梁的人都是肾阳虚,总是后背发梁的人都是心阳虚,而总是肚子梁的人都是脾阳不足的,具体怎么回事呢?我们来看一下,先来说,腰梁,腰这个位置是人体的中流砥柱,很多动作,劳动都要用到它。 另外中医说腰为肾之腑,就是肾的居所,是储存肾阳的地方,平时也受到肾阳的滋养,肾阳亏许的人腰腑缺乏滋养,就总是感觉腰这一块发凉,多还伴有疼痛,小便贫,企业多,甚至是男性朋友的功能下降等问题,这时候就要温补肾阳了,可以参考一个贵妇帝皇丸。 再来说,背凉,有的人穿的也不薄,但总是感觉后背发凉,后背我们知道在我们上半身,那上半身最主要的热量来源就是心,心是君主之官,藏有心火,信仰不足的人心火就不忘,不能正常给身体提供热量。 这种人平时往往还容易心慌心悸,晚上失眠,睡不着觉,这时候就要补心羊了,可以参考一个白子养心丸。 最后来说,肚子凉,还有的人是经常感觉肚子发凉,喜欢吃热东西。 另外肚子里老是隐隐约约的疼,疼的也不是多厉害,但就是不舒服,大便总是不成形,一吃凉的就拉肚子。 这个位置是宗娇脾胃,这种人多属于是皮羊不足了,需要温羊健脾。 可以参考一个父子李中丸。 好了,以上啊,就是崔升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,但是要提醒大家,上面提到的忠诚药,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。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,忠诚药不一定适合所有人。 像有的朋友可能会说,我是肚子凉,背也凉,咋办呢? 那就需要根据你的情况来具体辩证用药了,可以让专业医生来帮你。